眼下并非是魔主在自主地吸取空间法则之力 而是韩力正操控着小瓶强行灌输进他体内 很快魔主便笑不出来了 他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空间法则之力的涌出 里面混杂着的丝丝缕缕的混沌法则之力 竟也开始朝着他体内钻去 等到他想要阻止时 已经来不及了 韩力你 他口中才说出半句话 浑身上下就开始四处鼓掌 一道道混沌光团之街破体而出 生生把他身躯撕扯成了碎片 只见碎片当中 一道荧光凝聚而成的微型八骏车架上 坐着一个银色的神魂小人 驾驭着车马一闪之下就遇顿逃 韩力轻叹一声 你走不了的 相识一场 还是让我来送你一程吧 话音刚落 一层时间波动涟漪已经荡漾看来 虚空再次凝制 八骏车架被禁锢了虚空当中 纹丝不动 韩力丝毫不受影响 迈步而过 很快来到了跟前 他一手把八骏车架和魔主的神魂射入手中 面上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只是轻轻一碾 那银色的车架和神魂就尽数化为了一层飘渺的光点 消散于无形 韩力环顾四周 看着周围一片混乱 心情有些复杂 片刻之后 他缓缓收回了目光 抬手一招 把那小瓶子重新收回到手里 轻轻摸缩着 其上熟悉的纹路 心神逐渐安定下来 这个时候 小瓶墨绿叶片上的脉络 忽然亮起了一阵金色的光芒 丝丝屡屡时间法则之力流淌而出 缓缓汇入韩力的体内 如甘烈的清泉 滋润着他身体的每一处仙桥 韩力一身的疲惫逐渐扫去 双眼之中的光芒也是越来越明亮 他甚至能够感受到 混沌法则的影响余波正在逐渐的消退 被扰乱的天道也在逐步地回到正轨 天地肃清 一切都在慢慢地恢复本来的元气 只是当他仰头望去 头顶上自己劈出那道虚空裂痕 却丝毫没有弥合的痕迹 那里似乎时间停滞 空间冻结 轮回不设 多半永远会如一道横根在真仙界 所有人心头上的伤痕 成为这场万古祸事的证明 破碎的中土仙玉 已经不可能再回归本来的面目 大部分的疆域都已经彻底地崩回 另有不少区域在先前的交战中 落下了虚空 已经变成了如同小南州戒群 一样的失落界域 不过这里本就浓郁的天地灵气 在天道运转重归正常之后 也再重新填补回来 想来再过个百万年之后 那些分散的碎石尘埃 多半会重新聚拢 再次凝成一座小型大陆 作为一处绝地秘境 重归于世 如此一般 受到波及的其他界域 也在逐渐修养恢复 各大仙域 包括下界界面的荡漾 先后平息 这场浩劫终于过去了吗 各个界面 无数节后余生的生灵 望着头顶逐渐波云渐日的天空 有种恍如国事之感 心中都冒出了这个念头 自天地初开 亿万年之后 这或许是一场称得上激进灭世的大灾 但却绝不是唯一的一次 只是在岁月之河的流淌下 天地生灵 大多渐旺 只要一个界面没有被真正的毁灭 只要这个界面上还有生灵能过活下来 历史便会延续 灾难中旧的平衡被打破 新的平衡逐渐建立 正所谓不破不立 往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都是由灾难所孕育的 九幽冥界 黄泉大泽深处 甘九珍看着茫茫轮回之河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依然是泪流满面 就在这个时候 伴随着一声低笑之声 一道暗红光芒从天而降 落到甘九珍身前 令甘九珍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但是当他看到这一团暗红光芒之后 眼中却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愫 这团暗红光芒 就是这般悬于甘九珍的身前 周遭红光骤然消散 露出了其中一个圆盘 赫然正是六道轮回盘 上面有一个淡淡的印记 看起来似乎是一张有些普通的 男子的脸庞 甘九珍缓步上前 抬手轻抚轮回盘上的印记 神情渐渐变得坚定 口中喃喃地说道 父亲 母亲 你们放心 九珍会苦修落回法则 成就道祖之位 到时候 我定然会设法 将你们都复活 此刻 已经支离破碎的处处崩塌的中途仙玉高空 韩丽静静地望着前方 没有说话 金铜飞了过来 化为人形 静静站在韩丽的身旁 就在此刻 原本混沌漩涡所在之地 虚空裂开 百余道狼狈的身影从里边飞射而出 在韩丽远处停了下来 为首的是八人 分别是 李元鸠 赤蓉 陈如烟 白云道祖 魔狱的白裙胖腹 干尸男子 蛮荒介狱的白泽 光头大汉等八位道祖 八人的身后还站着数十名修士 分成三部分 分别是天庭的 魔狱的 蛮荒三方之人 灰界的人一个都没看到 仓物真君等三个道祖 也不见踪影 下场不问可知 柳乐尔 利奇马等人 则站在白泽和光头大汉的身后 而白裙胖腹二人身后 站了十几个魔狱之人 三皇子石破空 五公主石敬炎 还有那个大罗后期的俊朗皇子 都在 一行人尽数是伤痕累累 颇为难堪 看起来都吃了不小的苦头 韩丽朝那些人看了一眼 并未惊讶 他早在之前便感应到这些人还活着 只不过刚刚掌天平 收取混沌漩涡时 一行人被带进了空间风暴当中 如今才出来 李元秋等人 看到虚空而立的韩丽和金铜 感受到韩丽身上 近乎无边无际的可怖的威压 露出震撼之色 一时无人敢说话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